在我们的生活中 事情似乎总是一环扣一环 你是否有时会停下来 思考一件事的发生 是如何牵动了另一件事 这就是因果关系的魔力 一个看似简单 却蕴含无穷智慧的概念 而当我们开始深入探索 这一概念 我们其实是在踏上一条 灵性成长的旅程 灵性觉醒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它需要时间 需要观察 更需要内心的静默 认识因果不仅仅是理解 这个导致那个这么简单 它是一个深刻了解 如何生活 如何做出选择的过程 当你开始从因果的角度 来理解生活 你会发现 每一个决定都不再 只是表面的选择 你开始观察你的行为 是如何影响你周遭的人和事 你开始理解 你的每一个念头 每一句话 甚至是你的沉默 都在塑造住你的未来 这种觉醒带来的 不仅是责任感 更重要的是 一种全新的自由 这种自由来自于 对生活深层次的理解和接受 你会发现 当你真正理解因果时 你的生活方式开始改变 你不再被困在过去的错误或未来的担忧中 你学会了顺其自然 不再强求 这不是无所作为 而是一种更高层次的主动选择 这种选择是基于对现实的深刻理解 以及对英国法则的尊重 它让我们能够再不破坏生命自然节奏的同时 做出最合适的决策 因此 当我们谈论灵性高的人 我们其实是在说 他们达到了一种生活的艺术境界 他们懂得如何与宇宙的节奏同步 如何在不对抗自然法则的前提下 创造属于自己的和谐生活 这种生活不仅仅带来个人的平和 更是一种对周围世界深刻的正面影响 当你觉醒于因果的真理 你的存在就会自然而然的成为周遭环境的祝福 你的每一个行为 都会成为推动周围正能量的力量 这是因为你已经学会了不仅为自己 也为他人考虑 当我们从因果的视角去看世界 我们不再是局外人 当我们在谈论生活的每一步 我们经常忽略了深究事物发生的真正原因 但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我们能够洞察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 我们的生活将会是多么的不同 理解因果不仅仅是科学或哲学的范畴 它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透过深入了解因果 我们可以提前预见到可能发生的结果 这对于我们的决策过程至关重要 想象一下 如果你能预知某个行为可能带来的后果 你是否会选择另一条路 这不仅仅是关于避免负面影响 同时也能够抓住那些可能会带来巨大益处的机会 当我们谈论看透因果 实际上我们是在谈论一种深层次的觉察 这种觉察让我们能够连接过去的经验与未来的可能性 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解框架 透过这个框架 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事情发生的本质 并根据这些知识做出选择 有了这种能力 我们就可以从一个被动的生活态度转变为一种主动且富有成效的态度 这种改变不仅能增加我们的心理和情绪稳定 更能在我们的生活中创造出更多的幸福和满足感 接下来 让我们探讨一下因果推理在生活中的具体应用 例如在工作中 如果能够遇见一项决策可能带来的连锁反应 我们就能选择最有力的行动路线 在人际关系中 理解他人行为背后的动机和可能的后果 可以帮助我们建立更稳固和谐的关系 甚至在面对自我成长的时候 了解哪些行为会推动我们朝向我们的长期目标前进 哪些可能会将我们拉远 这种洞察同样重要 因此我们不仅需要了解因果 更需要学会如何应用这些知识 以便在多变的生活中导航 这种能力的培养不是一蹴而就的 它需要时间 需要实践 更需要持续的自我反思和学习 但一旦我们掌握了这种能力 就如同握有了一把打开更多可能性的钥匙 当我们开始应用因果推理时 我们会发现自己不再是命运的被动接受者 而是成为了自己生活的积极塑造者 第三 顺应自然规律 当我们谈论到顺应自然的规律时 我们谈的是对于宇宙最基本的理解与尊重 这是一种觉醒一种能力让我们透过观察自然界的法则来预测和形塑我们的未来 而因果律或者更具体的说 因果关系的理解是我们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基石 这不仅仅是哲学或精神层面的概念 它有着实际的日常生活中的影响和意义 想象一下当你明白投这一个求实 它为什么会落地 这种理解让你能够更好地控制它的方向和力度 同样的 当我们理解自己行为的后果时 我们更有能力导向我们期望的结果 这种理解不是超自然的 而是对自然法则的深入洞察 它要求我们不仅仅是观察 更是要洞悉那些不那么明显的连接和结果 顺应自然规律意味着我们学习放手 不去抗拒那些无法改变的事物 它教会我们 有时候最好的行动就是不行动 让自然的流程发挥其自然的作用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什么都不做 而是我们要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 这样的智慧和平静 是任何物质财富都无法比拟的 当我们开始遵循这样的生活方式时 我们会发现我们的生活 开始有了新的和谐与秩序 压力和焦虑开始减少 因为我们不再反抗那些不可避免的事情 而是学会了接手和适应 和谐来自于对生活节奏的理解 并与之同步 这是一种与自然的对话 是一种深刻的内在对话 让我们与周围世界和谐相处 当我们顺应自然规律时 我们也会更加关注那些小细节 那些日常生活中常被忽视的美好 比如一场雨后清新的空气 或是日落十分的宁静 这些都是自然赋予我们的礼物 当我们开始感受并珍惜这些瞬间时 我们的生活质量自然提高 顺其自然不是放弃控制 而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参与 它是一种能力 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多变的世界中 找到自己的位置 并以一种更加平和和有效的方式前进 第四 警惕因果谬误 在追求灵性成长的过程中 我们常常被一些看似合理的因果关系所误导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说法 如果你正面思考 你的生活就会充满正能量 但是这真的是因为正面思考 带来了正能量 还是只是我们希望它是这样的呢 当我们谈论灵性成长时 理解和识别因果谬误 变得至关重要 因果谬误 简单来说 就是我们错误地将两件事情发生的顺序 解读为因果关系 例如 因在天上盘旋 不久后下雨了 如果我们说 因的盘旋导致了雨水的降落 这就是一种典型的因果谬误 这种谬误在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 它们潜藏在许多我们认为 自己已经了解的事实背后 在灵性的旅程中 这种误解可能导致我们走上错误的道路 感到困惑和失望 更糟糕的是 这种谬误可能让我们坚持错误的实践 从而错失真正的成长机会 要识别这些谬误 首先需要增强我们对事物多面性的理解 观察事物不只是从一个角度 而是要多角度全面的观察 当你看到一件事情发生后 另一件事紧接着发生 问问自己 这两件事之间的联系 真的是因果关系吗 通常我们需要更多的证据来确认这一点 科学方法教导我们 要通过实验和重复的观察来验证假设 而不是仅凭一次的巧合就下定论 这在灵性实践中同样适用 另外 了解事物背后的机制 也是避免因果谬误的一个重要策略 了解更多背景知识 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事件之间真正的关联性 例如了解心理学和人类行为的原理 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正面思考 与生活变化之间的关系 识别因果谬误不仅仅是一种智力上的练习 它还是一种深刻的自我觉察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 我们学会质疑自己的假设 勇于面对真相 即使它可能与我们的期望不符 这种勇气和自我反省的能力 是灵性成长的核心 第五 提升自我认知 当我们深入探讨因果关系 我们其实在寻找一种更深层的自我认知 在这条路上 每一个行为 每一个选择都不仅仅影响着自己 也深刻地触动着周围的人和事 这是一个漫长的学习过程 但在这过程中 我们逐渐看清楚 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 以及我们的行为 如何搭建起与他人的桥梁 想象一下 当你理解了自己对朋友 不经意的一句话 可能会如何影响他们的心情和决策 或者 你如何通过小小的行为 比如回收利用 对环境产生正面的影响 这种认知不仅仅改变了你对自己行为的看法 也让你更加负责任的行动 更加意识到自己的每一步如何形塑未来 正因为这样 我们才能够更好地控制自己的生活 选择那些真正有益于自己和他人的行为 你开始意识到每一个决定都不是孤立的 他们都有着可能的后果 这些后果连接着未来的自己以及周围的人 这样的认知 是我们达到那在和谐与幸福感的关键 我们常说顺其自然 但是在真正理解因果之后 我们可以更加主动地顺势而行 这不是被动地接受 而是基于深刻认识的主动选择 你开始学会如何在生活的大海中航行 而不是任由波浪将你推向未知的彼岸 当你提升了对因果的理解 你会发现 你对生活的控制感也随之增强 这不仅仅是因为你可以遇见某些后果 更重要的是 你能够从每一次行为中学习 不断调整自己的航向 这种能力让每一位了解他的人 都能够更加自信地面对生活的挑战 当我们更好地理解了自己的行为 如何塑造周围的世界 我们也更容易感受到与他人的联系 这种联系让我们不再是孤立无援的个体 而是一个个相互支持 相互影响的社会成员 你会发现 这种感觉极大地增强了你的幸福感 和生活的满意度 提升自我认知并不总是容易的 他需要时间耐心以及不断的自我反省 第六 实践和应用 当我们说到因果 很多人可能会想到古老的哲学或宗教教义 但其实 因果的原理可以深刻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 尤其是我们如何面对生活中的挑战和压力 让我们首先谈谈正念 正念是一种全然留在当下的状态 意识到自己的身体感受 思想和情绪 但不做出任何判断 这听起来可能很简单 但实际上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 然而 这正是正念的魅力所在 通过练习正念 我们可以学会如何接受生活中的顺境与逆境 而不是反抗它们 现在想象一下 当你遇到压力时 如果能够保持冷静 观察自己的反应 而不是立即反应 会有什么不同 正念让我们可以跳出自动反应模式 给予自己空间来选择如何更好的应对情况 这不仅仅是减少压力 更是一种提升生活质量的方式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深度反思的力量 深度反思不仅仅是思考一天发生了什么 或者你有什么感受 它是一种更深层次的探索 寻找这些经历背后的因果关系 这种反思可以让我们理解自己行为背后的动机和结果 帮助我们从过去的经历中学习 并做出更明智的选择 当你开始运用这些工具 比如正念和深度反思 你会发现自己在面对挑战时更加从容不迫 你会开始注意到不仅仅是事情发生的方式 更重要的是 你对这些事情的反应和它们如何塑造你的未来 实践正念和深度反思不需要特别的技能或设备 你可以随时随地开始 比如你可以从每天早晨起床后的五分钟正念呼吸练习开始 或者在晚上睡觉前花几分钟来回顾一天的事件和你的反应 探索它们背后的因果关系 这些简单的练习可以大大提升你的自我觉察和自我调节能力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种练习会变得越来越自然和有效 最终成为你应对生活挑战的强大工具 当你逐渐掌握这些技能 你会发现自己在面对压力和挑战时 能够更加稳定和有创造性的思考 这不仅会影响你个人的幸福和心理健康 也会影响到你周围的人 因为当你变得更加平衡和积极 你自然会成为周围人的力量来源 这就是因果的美妙之处 它不仅改变了你的内在世界 也扩展到了你的外在世界 通过每天的正念和反思练习 我们不仅学会了如何应对生活中的祈福 更学会了如何从中找到意义和睦的 最终 这将引领我们走向一种更自在 更有意义的生活方式 当我们学会顺应生活的波动 而不是与之抗争 我们自然而然的就会发现幸福和平静 正是这种对因果深刻理解的实践 让我们真正体验到灵性的提升和生活的丰盛 希望你能将这些实践带入你的生活 开始感受因果原理带来的积极变化 让我们一起在这条学习和成长的道路上前行 探索更多关于自我 生活和宇宙的奥秘 常言道 探索改善人生 感恩改变生命 让我们一起学习领悟人生 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觉得有用的话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感恩有你们 才有我们 愿你智慧日增 平安健康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 请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让我们共同追求快乐 携手打造美好的未来